3月23日,云南省高三和初三年级正式开学 当日,记者探访昆明市第一中学西山学校看到 该校千余名高三、初三年级学生已经返校,开始正常上课 据了解,除了佩戴口罩、消杀、测量体温、设立专门的隔离观察室等防疫措施外 学校还通过广播室给高三、初三的全体学生上了开学第一课 并进行了一场特殊的防疫知识主题考试 就我觉得这样的考试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自己 对这个新冠肺炎还有哪些不了解的地方 然后课后再去了解,就加强自我的那种防范意识 此外,为保障返校学生身体健康提高免疫力 学校通过多种方式,为返校学生提供安全的活动空间,创造锻炼条件 比方说第一个就是错峰 我们利用以前科检查可能是集中在一个时间段 全校以后锻炼 现在我们就可能把这个时间段分开 比方说这个时间段是这两个年级,下个时间段是另外两个年级 在疫情防控期间,该校暂时关停了学校食堂 学校师生实行集体配餐制 学生排队取餐后,在教室进餐 每餐每班设陪餐老师,告别网课,返校上课,学生们都很开心 毕竟学习氛围是很重要的嘛,然后学生们在一起学习的话就更有上进心 而且老师在我们身边,那我们也可以就更加好的去学习知识 比在家里面学习效率还是更高一点 因为这个网课可能学习效果没有在学校里面亲自上课那么好 所以我们作为初三的毕业生还是有一定的担心的 回来这次开学考虑也让我们更好的回到这个学习的状态 学校老师则表示,这段时间一直为不能当面辅导学生而忧心 现在看到孩子们开学返校,心里安定不少 就是开心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返校了,但是担心的是 毕竟现在我们还不能说是纯粹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搞好学习的基础上 我们现在是把防疫工作放在第一位的 这次开学非常特殊,因为是在疫情防控这背景下 那我们这段时间也在积极地探索一种非常科学 规范有效的管理方式 比如说如何进行体育教学,如何开展大课间活动 我们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力争让全校学生回到学校以后 做得更充分,做得更圆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